多大國小轉型為民族實驗小學後 每週二跟四的下午 學校都會施行塞德克族文化教育課程 不論室內課程還是戶外踏查部落人文 都有別以往不一樣的教學方式 讓學生們感到新鮮又有趣 那你喜不喜歡這樣子的文化課程 喜歡 為什麼 因為可以認識那個 以前的那個文化 最喜歡或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做傳統 因為那個可以認識以前那個老人家的生活 不過施行民族教育的過程 不單是學校單方面的教學 家長的參與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但有鑑於青壯人口外流 以及終生代曾遭遇文化斷層 再加上騎老們的凋零 這樣的狀況就讓學校在進行民族教育時 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但是卡在是現在終生代像爸爸媽媽 因為沒有已經不了解 就是已經有文化的斷層 所以遇到的瓶頸是學校在做 但是社區沒有主動再去做聯繫 只有孩子跟祈禱之間 才有搭上這樣的橋樑 那我們都會請我們學校的老師 讓孩子回到自己的家裡的時候 他可以跟自己的父母親來做分享 我們做了哪一些課程 在就是完成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可以做一些文化的一個對話 因此多大國小推行民族文化教育 設計了親子互動的課程 希望在這樣的過程中 透過孩子將所學帶進家中 和家長們一起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本 讓民族教育不僅在於學生 也有助於部落文化的重建 原始新聞NO 南投仁愛 超榜報導